哎呦我去要掉 拜托拜托各位兄弟们不要再催了 一天不更新评论圈里面是闹腾腾 往这看兄弟们 今天带大家体验一下这个大夹子 来吧兄弟们 大家伙跟随我的视角 一起操作一下这个大夹子 是什么样的一个体验 出发上工地 哎呀 哎呀呀 有意思有意思 不是那么难开 只要你熟悉这个夹子开关就好吧 这叫什么兄弟们 这叫手拿把钻 哇今晚上太方便了 我感觉这比雕车方便多了这玩意儿 今天干这个活儿是给这个半括车 装一车废铁 给他往前滑篮一下 紧着前面装 要是让雕车老板看见这玩意儿 晚上非得把这夹子给卸走不行 你要是搞个雕车来啊 还得人工配合挂绳 你再看看这个 哎这么一捏走你 哎呀 妥妥的省下两个工人呀 最主要这玩意儿它效率高呀 你指哪他给你放哪 老板说了 装这么一车废铁给扒呗 就你们觉得这个活儿能干吗 我觉得还行啊 问题来了兄弟们 咱干这活儿第一次 经验不足啊 刚才司机给我说了 这个东西啊不能乱放 尽量把重的东西往车中间放 轻的放两边 要么容易偏程 干什么事儿都得有经验啊 你想这个东西 就得给它搞碎了 哎给它捏一下砸一下砸碎了 放着不占地方 你别东西还没装完了 车满了 就照这速度的话 装一车也就是半小时 你就最长最长也就一小时 一小时搞八百 这行啊 这个遇到硬仗了兄弟们 这个家伙有点重啊 搞了两次没搞起来 这个家伙估计在一栋多两栋重左右 哎呀呀真重啊 别把指甲根掰了 我的天 起不起来都 我的妈呀 快撂吧撂下 也就四十分钟 这就完活了兄弟们 把这个往后放一下 哎呦我去 要掉了 我的妈呀 这是装不下了 我看这是 最后一个啊 这玩意没地方放了 我看这是 就给它扔到后边吧 好了兄弟们 这一车就算完活了 我是万机小孩 喜欢我的视频给我点个小赞吧 感谢大家支持 谢谢大家 感谢